Badou Sole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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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整块地方就是他们家的 好多绿植呀 Badou Sole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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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在经卖的小F 今天呢我要带你来一家 特别家的感觉的咖啡店 来到这边呢你就能感觉到 太北人的家庭式的咖啡店是什么样子 有一个大大的花园 有一个很传统的兰娜的木房子 然后里面的有咖啡有甜品 那为什么来这家呢 因为这家特别贵 他们的蛋糕特别贵 但是据说它的蛋糕非常好吃 虽然这家店呢是走高端路线的价格风 但是你们看到了这个装潢吗 这个装潢真的就是很符合太北人民的特色 就是走随意风 有特别的随意 没有特别的去装饰 但是呢他们家的那个logo 我觉得还是挺有特色的 你看看这个logo 看这个logo 可爱吧 最后呢 人体的性价比是什么样子的 我都会来给你们打一下分数 值不值得推荐 值不值得你们来 好吧 现在就跟我进去了 这是他们的菜单 暂时会来发芽 怎样 要卡 破 破杯了 刚刚点好他们这个蛋糕和咖啡了 有点小贵哦 就点了一块蛋糕 一块蛋糕我觉得就跟上海的价格差不多了 要235泰铢和人民币差不多四五十块钱一块了 咖啡呢其实跟清卖的价格都差不多 七八十泰铢一杯 那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OK的 在清卖咖啡本身的价格都不是很贵 但是他们的咖啡豆呢都是很新鲜 因为泰北这边生产咖啡嘛 然后这个是按照老板娘太太做的这个抱枕 我觉得跟他很像 他在这家咖啡店还卖一些 他自己做的一些布料的一些东西 这个是欧美人特别喜欢的 他们的手工的那种织布 很泰北风格 然后这样的麻料呢 做成的衣服呀就特别的凉爽 这个包包也是都是很手工的一些东西 这个是老板娘他们之前做的房子 是如何把这家咖啡店给做起来的 它底下是一层起司 上面是一个浓重的那个巧克力 嗯好浓郁哦 非常浓郁哦 非常浓郁哦 它的杯子我觉得设计感还是挺强的 泰国人的抽烟区你看到吗 在它的花园这个地方 烟灰刚放着 在泰国很少见到有人抽烟 刚刚跟老板娘聊了一下呀 是一种家族的 所以他就感觉这个家的地方呢 也可以分享出来 最重要的就是说他们家的咖啡店呀 所有的蛋糕是不用任何的面粉的 完全就是芝士呀 加上其他的材料 嗯 总体来说环境呢 不算特别精致 因为在泰北这边很多这样的木头房子 所以打三分 那他们的产品呢 我觉得可以打到4.5分 因为冬季真的是真材实料 不添加任何东西 呃是有点小贵 嗯 然后他们的服务呢 我跟老板娘交流的时候呢 听英语他非常吃力 所有的回答他都是用泰语回答我 所以我也是连财带懵 知道他为什么开这家店 为什么他的这个logo 是用他爸爸的脸来作为 然后他的整个店名的设计的意思 我觉得只能达到三分吧 因为咖啡师呀 蛋糕师呀 服务生呀 就这一人 就老板娘一个人 但是他这个地理位置啊 离宁曼路这边大概12公里左右 可能开车的话得15分钟以上 如果你注重品质的话 这个地方可以推荐给你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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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